阿富汗战争正式结束了 最后一架属于美国的飞机离开了那个国家 但是最后一架飞机并没有载走最后一个美国人 事实上就是还是有很多美国人留在那个地方 至少有几百个甚至更多 真正知道这个数字的只有五角大厦 以下是五角大厦正式的军事情 你讲的是活动的平均继续与国家的部网络 继续选到免费和军事业的工作 阿!对阿!五角大厦怎么可能会知道呢? 五角大厦关系也是军事 OK? 你要问美国人的话 你要去问国务卿啊对不对? 他才是管美国人的 问我干嘛啊? 没错阿富汗的状况现在比之前更神秘了 死掉的13位海军陆战队的遗体被送回了美国 拜登出席了交接典礼 可能时间太长了 日理万机的拜登因为赶时间所以看了一下手表 那么美国到底在干嘛呢? 美国的老师正在努力的把我们的小孩全部都变成同性恋 跟搞不清楚自己性别的人 我们到底在干嘛? 我是Ethan 欢迎回到今天的AI News 今天的节目是由神奇传播赞助播出 阿富汗的新闻是不是感觉天天千篇一律呢? 每天绕着一个78岁的老人吃仔走是不是感觉有点无聊了呢? 节目继续之前我想要在这边感谢一下由周牧师带领的神奇传播 一个好笑欢乐充满知识又传达正确的价值观以及辅音的节目 神奇传播 No Wonder Media是由周一方牧师带领的团队 以3D或者是2D的动画制作的小品 每天短短几句内容让你身心灵都成长 让看圣经更有趣让生活更丰富 千万要看到节目的最后 我们会提供一些小小的sample 也请各位继续透过Coffee的会员来支持我们的事工 让我们这个节目可以继续的做下去 记者问五角大厦的发言人说 你说最后一架美国的飞机离开了 那我们那边应该是没有人了吧? 五角大厦说不知道你去问国务卿 我们这边是管军队的对不对? 又不是管你们这些死老百姓的 好好好 那国务卿大人Anthony Blinken 到底有多少美国人还在阿富汗? 让我们来说明明的美国人 在阿富汗里的美国人 我们做了一些专业的努力 给美国人每次出带到国家 在很多时候 在他们说到国家 或者他们进入银行 的那些人自身 在阿富汗里的美国人 在阿富汗里的美国人 我们此时接受了信息 近年有6000人 被逃避过或是否出带了 这数据将会继续成功 而我們的訪問和出席都繼續 我們相信還有一個小的美國人 約200 和可能近100 還要留在阿富汗裡 想要離開 我們在努力測試幾多 我們在通訊息 通訊息、通訊息、通訊息 我們會有更快的資訊 OK 他也不知道正確的數字 但是又怎樣 飛機都已經飛走了 對不對 在裡面說 他們在分別處理想要離開的美國人 跟想要待在阿富汗的美國人 很難想像有什麼樣的美國人 會想要留在阿富汗 是有家人嗎? 還是是CIA的Operative之類的 如果是我的話 應該是為了那邊的夜市禁 或者是高級的M4 因為我在這邊根本買不起 那邊有免費的 當一個國家出現了權力真空的時候 就一定會有一個獨裁者起來填滿這個權力 這個是歷史上永遠在重複的一件事情 阿富汗也一樣 馬上進入了內戰狀態 然後這次的內戰 塔利班那邊 是好人 你就知道另外一邊 跟ISIS-K有多壞了 Clarissa Ward 這個Communist News Network的記者 CNN的記者 她還在那個地方 她就是之前報導說 塔利班很和平地 佔領了阿富汗的首都 卡布爾 然後採訪當地的塔利班軍人 那些軍人不想跟她講話 因為她是女人 然後一直在喊 Dest to America! Dest to America! 的那個記者 她說 美國公民根本 進不了記者 I think it's absolutely crushing Of course, Wolf I spoke earlier on in the day with a family of four from Houston, Texas They told me they had been going to the airport for two weeks trying desperately to get out they all have American passports they had gone to Afghanistan to visit the mother's family and essentially the issue was they couldn't get past the Taliban they were in touch with the US military the military was trying to facilitate their departure Ok 所以說他們根本 接近不了機場 我們問了五角大廈 五角大廈說 我哪知道 對不對?你去問國務卿 然後國務卿說 他們在打電話 他們在寄E-mail 然後這個CNN的記者 應該是要完全挺拜登的電視台 出來說 我在這邊跟美國人說話 這邊的美國人 他說他們根本動都動不了 根本不知道該怎麼辦 什麼國務卿 什麼五角大廈 根本就沒有人在幫忙我們啊 好 那我們就再一次回到五角大廈 不要找那個什麼 之前那個發言人 那個人什麼都不知道 請知道的將軍直接出來說話 我們沒有美國人 從最終的 所謂的 五角大廈 離開五角大廈 我們維持了 能力 直到離開 但我們不可以 拿到美國人 那個活動 大概12小時 我們離開 雖然我們繼續 訓練 會有準備 把他們帶到 到最後一刻 但沒有人到航空 我們可以 搭配 OK 所以最後五台 離開阿富汗的飛機上 沒有一個美國人 因為 你不重要 連美軍都不是很重要 連死掉的美軍都不是很重要 連被他派去了 因為他的腦殘 撤退策略 徹底失敗 死掉的13名海軍陸戰隊都不重要 好 以下是 Joe Biden在 Dover Air Force Base 的13名海軍陸戰隊的遺體交接儀式的畫面 是的 他在看手錶 各位如果要戒掉 在重要場合看手錶的這個習慣的話 你可以跟我學習 我的手錶 永遠都沒有電池 功能跟手勢沒有什麼兩樣 純粹只是裝飾品 但是如果你跟拜登一樣 每天晚上七點半要準時上床的話 那你就應該要學會 看其他地方來顯示你很無聊 然後很不在乎 這個新聞其實沒什麼重要的 其實也就只是一堆共和黨的人在吐槽而已 因為只是想要證明拜登有多蠢 這個樣子的話 下一次他們或許就會多一點選票 你會發現的是 所有的媒體幾乎都沒有報導這個東西 因為真的不用很重要 不過各位想想看 如果今天是川普這個樣子做的話會怎樣 如果今天是小布希這個樣子做的話會怎樣 這個會是各大爆的頭條 我們的軍隊要做更重要的是 美軍這個世界上最強大的軍事力量 有更偉大的目標 就是要變得更多元 以下是美國陸軍發的推文 美軍更多元了 你身邊有沒有跟你看起來不一樣的想法也不一樣的人呢? 我們要聆聽以及尊重這些人的價值 女權平等日告訴我們 我們會更有智慧而且更致命 當我們更包容合作的時候 我們的價值觀要求我們這麼做 Michael Branson 然後這張照片裡面就是裡面一堆黑人啊 亞洲人啊 西語藝人啊 然後全部都是女的 說這是女權 我們美國好偉大喔 我們美國把我們的女人推到戰場上面 說這是平等 我們美國人把我們的女人當成是前線的炮灰 保護的是性教育 多元家庭跟種族歧視 我們把女人推到戰場上保護男人 這個樣子好平等 好多元喔 This country is getting sick and it's getting sicker Even our military 我們好驕傲喔 我們的政治影響到我們的教育 我們的教育影響到我們每個人的人生 而且我們的教育正在毒害我們的小孩 讓他們完全失去嘗試還有正常的價值觀 美國的憲法被踐踏 基督教的信仰被踐踏 但是我們左快的老師卻越來越開心 OK, so during third period we have announcements and they do the Pledge of Allegiance I always tell my class stand if you feel like it don't stand if you feel like it say the words if you want don't have to say the words so my class decided to stand but not say the words My room does not have a flag it used to be there but I took it down during COVID because it made me uncomfortable and I packed it away and I don't know where and I haven't found it yet but my kid today goes Hey, it's kinda weird that we just stand and then, you know, we say it to nothing I tell this kid We do have a flag in the class that you can pledge your allegiance to and he like looks around and he goes Oh, that one? The inclusive pride flag I pledge allegiance to the leaders I pledge allegiance to the leaders that I pride in the class only the terrorist group and I will not have a flag to hey God as to all people like the target like the Hamas Superman that is all 民民的學校、醫院、住家、辦公大樓裡面 為的就是要避免這些飛彈或者火箭遭受攻擊 正義的軍隊會使用火箭來保護人民 例如以色列的Iron Dome 邪惡的政權會使用人民來保護他們的火箭 根據拜登的說法 他會先撤離美軍是因為要避免戰爭 如果美軍還待在阿富汗的話 那麼塔利班的軍隊就會對美國的軍隊發動攻擊 為了避免更多美國的軍人死亡 他選擇撤軍 而且把美國的公民留在那裡當人質 各位聽得沒有錯 我們的國家正在利用平民來保護我們的軍人 拜登政府跟恐怖分子的做法 基本上沒有什麼特別的差別 當一個政府沒有在保護自己的公民的時候 那這個政府就完全沒有存在的必要 阿富汗的戰爭可以天天說天天講 但是其實離我們很遠 對我們更大的傷害其實是我們附近的學校 還有裡面的老師 在這邊呼籲所有的教會 請試著創立學校 請試著創立幼兒園 如果搶辦學校可以找我們一起合作 讓我們的小孩可以有一個安全的地方可以上學 而且繼續傳達正確的價值觀 父母要參與到小孩的教育 要學會保護自己的家庭 要創造一個安全的地方讓小孩成長 因為政府只會把你當奴隸 公立教育只會洗腦你的小孩 工業革命後最壞的東西就是 父母把教育小孩的權力完全交給了政府 而且認為說雙新家庭可以過得更好 但是政府通過通貨膨脹 貨幣貶值觀山勾結 現在很多家庭就算有三份薪水都不夠 選舉的時候說的很好聽 選某某某某某就會解決這個問題 當選了之後就會跟現在的五角大廈跟國務卿一樣 沒有啊不知道 你去問其他人啦 就算你被留在阿富汗 他們也會說你是自願的 今天的新聞很沉重嗎? 歡迎等節目結束後 繼續看一下由神奇傳播帶來的小品 在這麼糟糕的世界中帶來一點歡樂 我是Edan 更多美國新聞 請繼續關注AIMS 難道人不是由猿進化而來的嗎? 而猿不是由猴子進化的嗎? 董事長 對於物種之間的差異 現代科學是根據基因比對的數據來衡量的 基因上有些差距當然可以理解 就算是任何兩個人彼此之間都存在DNA的差異 但原類應該算是很接近人類的進行嗎? 根據現代基因比對的結果顯示 人類彼此之間的差異是在千分之一左右 而原類與人類DNA的差距大約是百分之一 我不是做這個領域的 這百分之一和千分之一DNA的差距到底意味著什麼呢? 簡單地說 這代表著原類與人類之間的差距是人類彼此之間差距的十倍 而這十倍的差距在細微上來說是可以產生三千兩百萬種不同變化的組合 而這在數學上來講就可以說是一個天文數字了 那你的結論是? 我的結論是 從基因上來看 圓就是圓 人就是人 各種其類 數據上無法支持 它們之間存在類似種類的進化關係 啊 你這樣一說 我可要考慮認祖歸宗啊 啊?為什麼呢? 過去我以為人類的老祖宗是圓侯 現在我可以堂堂正正地做人了 哦 那咱倆是不是該來個團圓的慶祝會呢? 哈哈哈哈 各位AI NEWS的觀眾 很不幸的我們的事工遇到了資金瓶頸 我們的資金只能撐到今年的九月底 非常感謝末世先鋒的Paul長老給我們這個機會 讓我們嘗試一下媒體這份工作 謝謝Paul 耶 Paul長老也願意讓我們繼續經營AI NEWS這個頻道 但是現在有個問題就來了 嗯 我家裡有兩個小孩 然後呢 我們現在非常需要各位的幫忙來維持這個頻道 我也認為這是我的呼召 這就是為什麼我自己做了三年的YouTube事工 叫做Project Hip Christian 顏值攻略 想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改變我們的文化 還有傳達正確的基督教價值觀 所以請各位幫幫我們 讓我們可以繼續做這個 我個人認為我目前人生當中最令我感到值得 而且有價值的一份工作 也請你把這個影片分享給你的朋友 還有一起願意在這個文化戰爭當中抵抗左派的人 之前你可以看到Paul長老帶著我們衝鋒陷陣 現在你有機會參與在這個時空裡面 我們個人失業或是怎樣 我們還是可以去找其他工作 還是有其他的機會 但是最可惜的就是這個頻道會消失 然後我們會失去一個保守派發生的平台 我們願意繼續把神國的這樣的福音 還有我們基督徒真正要做的這樣一個 傳扬文化價值的一個保守派的東西 給繼續傳播出去 那在這邊呢 如果大家要是想要聯絡我們 不管有任何的訊息告訴我們 或者是希望跟我們一起合作 或者是想要跟我們一起來 把我們這樣一個基督教保守派的聲音給發出去 不管是說教會也好 或者是神學院也好等等等等 如果大家想要邀請我們的話 可以看下方 我們有我們節目的專屬郵箱 大家可以發郵件來聯絡我們 如果你要是在現實生活中認識我們的話 那更方便了 直接給我們打個電話 或者是在我們的這個通訊錄裡面 找到我們的名字 可以直接跟我們來聯絡 那希望大家可以來幫助我們 來支持我們 那我們會把我們這樣一個link 放在下面的信息欄 然後還有下面的留言區 如果你要是想給我們買一杯咖啡的話 歡迎點進去 然後來資助我們一點點小的金錢 那我希望這個大家這樣一個舉動 就可以幫助我們 把這樣一個頻道給存留下來 那我們就繼續的可以給大家帶來更多 我們保守派基督教價值觀的 這樣的新聞評論的節目 那非常感謝您的支持 我是弗麗莎 我是Ethan 那我們就以後每天都再見了 拜拜